大家好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题 那如果4的n四方呢也二分之一 让我们求一下n等于多少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初中一年级 学的这个me的运算里边的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本身并不难 但它涉及到我们一些比较常用的数量方法和数量公式 我们来把它简单的说一下 那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想知道n是多少的时候 4的n四方呢也二分之一 我们对于这种关于me的运算 一般来说呢是要把它们化成同底的 那么同底怎么化呢 我们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数啊 比如说像2 4 8 16 这样子的数呢我们通常都把它化成了底数为2 那么这个二分之一呢 同样的我们也要把它化成底数是2 把二分之一化成底数是2 我们常用的一个公式就是啊 a的负1次方 这里有一个负指数 a的负1次方等于a分之一 我们要求a是负等于0的 那么很明显2分之一呢 它就应该等好是2的负1次方 那我把4的n次方画成以2为底 把2分之一也画成以2为底 我就可以来求这个n是多少了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4的n次方画成以2为底 这个4本身呢就是2的平方 也就是2的平方的n次方等于 这个2分之一呢把它写成2的负1次方 那么这里用到的是一个密的乘方的公式 就是我们的a的m次方的n次方 它应该等于a的m乘n次方 这叫底数不变指数相乘 那么这里是啊 2的2和n相乘 就是2n次方等于2的负1次方 画成同底之后底数相同 那么指数只要相等 这个等式就能成立 所以呢 2n要等于要负1 那么我们把这个地方n解出来 n它就等于要负到2分之1 也就是说当n等于负2分之1的时候 我们这个等式是成立的